字幕志愿者 李小龙 我想看看李小龙 当时我印象中 我很年轻 但都有他的印象 在李小龙的年代 他被人感觉到很厉害 同时也有批成龙 他的玩法是最拳 差不多是时候 入了另一种风格 功夫在电影上 感觉到很漂亮 是一个艺术的感觉 不是听蔡博士说 是可以打的 而是很多时被人感觉到 是一个电影 这个元素一定要令到 才能够包装大家的身份 如果我们十把眼睛打 可能真的未必好看 成龙那种 虽然他理论上 就是李小龙的既成人 因为当初朱文怀 拍新的精武门 就是用李小龙的风格去拍 最后一个票房不行 于是你刚才所说的罪权 就是成龙打响头炮的电影 为什么他这么成功 因为他本身 大家如果看过成龙 你要知道 他的样子和李小龙很不同 不同款 不同款 李小龙很霸气 成龙那种大鼻歌 眼流小 其实他是适合做一个喜剧 但喜剧的东西究竟我们如何 是一个能看得出 除了你通过一些周星馳那种 无厉害的 通过一些烂夹 笑话 令人发笑 其实动作电影 加起剧的元素 是可以杀出一堆血肉 是的 我看到当时 我挺有深印象 当时譬如《罪权》 或者是后来那些 名字都说得出 但我很有印象 当时成龙 他在戏院里的娱乐性 很丰富 例如学功夫很流行 成龙是一群兄弟 郭槐有不同的绝技 有些看得很漂亮 有些像洪金宝 大奋得来也很灵活 这些全部都形成了 一个很特色的功夫剧 是 本身洪金宝和成龙都是师兄弟 本身有名称七小福 七小福本身是五六十年代 跟香港的京剧 京气的学院 教他们 京气的武打 打关斗 打关斗 出场 出场 七小福其实有七个人 合二而言有七个人 但说而言有七十多个人 很多人 很多师兄弟 当年洪金宝和成龙 两条最明显的线 曾经互相竞争 说我们要争夺香港票房 No.1 和金像奖 最佳的影片 最佳的动作指导 曾经是争得很厉害 其实在这样的世界中 娱乐中 在当时观众或年轻人 他们对电影的理解 或电影的意念 和现在有没有特别不同 是 意见上很不同 以前来说 真是娱乐为主 他没有想到 那么深入 电影后面 有什么拍摄手法 对那时 都有所谓新郎潮的电影 但相对上不是一个主流 但现在近来 对于电影的要求越来越高 希望有些特有艺术的风格 留意到深度的内容 同时 香港来说 七八十年代 经济起飞 打工仔 工厂妹 或者是一些 蓝领的阶层 落到戏院看 我再看 娱乐 动作片 舞合片 最简单 落到去 两个小时 我便很肯定 收到一个 半斤八两 对 没错 意思就是 它是反映时弊 我想可以这样说 如果想起 半斤八两 或者 許氏家 許氏兄弟 那类的电影 其实很多是日常生活 只是搞得很好笑 甚至是很脱离现实 例如拳 如何打 是脱离现实的东西 就是个人 是个人 真的 没有去到很深入的问题 社会情况 比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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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否和我们说多一点 李小龙 我知道很皮毛 在理解上 李小龙的电影 或者当时的影响 或者当时的整个 整个 在电影圈内的生态 或者内容是如何 甚至是成龙 成家班 在政务门担临的角色 就是霍家权的传人 叫陈珍 这就是去反映 对于日本的武士道 那些人 因为说他们是东瓦病夫 逼他收牌 这是一个很民族主义的 外国主义的反映 还有最后一幕 他将租界公园的牌 踢断 《华人与狗不可入来》 这个是很脆的 可能比较少 朋友们知道 本身在历史来说 其实是没有这个牌 就是这个 《华人与狗不可入租界公园》 他有两句 他不是在一起的 第一句 《华人与狗不可入这个公园》 第二句 《狗与狗不可入这个公园》 但是他这个电影 就将两个合在一起 历史真实的 是没有的 是两个牌 不过是将它合在一起 不是 它是同一个牌 但是分两句 现在合在一起 你的意思就很不同 很不同 你当是《华人与狗不像动物》 大家看 很民族情受 当然 这是一个艺术化的处理 李小龙是否 其实 他的电影元素 是想加入了这个 很严重的气氛 令到电影更加好看 令到功夫 才能走得远 是 他功夫的东西 你是不是都是这样打 可能我们不懂 是这样打 又是这样打 但是他加上这些元素 尤其是 我想都是老少少觉得 这些不同的 唐山大卿 《精武门》 《死亡游戏》 《龙针虎斗》 《晚龙过江》 《死亡游戏》 《死亡游戏》 可能是从这方面说的 是李小龙的 一些自转式的成分 自己的自转 怎样看到呢? 本身我们都是说过 因为李小龙 虽然他在40年 在美国三藩市出世 但我们知道 当时来说 中国人坏的人 整天都是被 美国的八种人歧视 他读书 或者他从事开武馆等等 都其实面对这些问题 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 在电影反映 很多时他的对手 当然都有中国人和华人 作为他的对手 但更多是日本人 西人 甚至是 《诈八》 《诈八》 《死亡游戏》 《诈八》最出名的 是一个很高大 不一定是白种人 当然白种人 也是其中一个 黑种人 黑种人在美国 被人歧视 谁知道我们的黄种人 更低些 被他打到飞起 但李小龙就好像是一个 很小的东方人 去对抗这么高大的西方人 即是他用这种 民族情绪 大喜势 然后势如何反扑 基本上的想法 去建构故事背景 没错 是 其实成龙在这方面 也有计则 我看到成龙也是 很多不同的小人物 本身 但他的小人物 通过他 很厉害 譬如有些案例 譬如警察告示 到最后一幕 在荷兰地 不知道哪些高楼大厦 在高楼大厦 顶层 在最边缘的地方 不断地 身体咬喉 落下前 他没有 他真是特技人 真是很厉害 我听过很多 成家班听到很多故事 就是成龙是很拨命的 很拨命 他有时候 不需要你自己做 我听说 这个场合不需要你做 看身质 他说不是 我要做 未必看到你的样子 你为何要自己做 他说 我做给行家看 做给行家看 我做到这个特技 就是他告诉人 其实那件事 可以这么认真 他本身是龙虎武士的出生 就问怀咒 就跟他说 其实电影是一个魔法 你不用真的跳下去 他说真的跳下去 我还记得 譬如 好像都是警察故事 大家去尖东 尖东有个永安广场 比较少人去 他在这颗幕 就在七层楼高 跳下来 接着是 吹着那些 好像类似的 灯泡的一条线 捉住下来 接着爆炸 他那时也很脚震 楼七楼跌下来 我确实在死 跳下来 他真的跳下来 然后立刻入厂 我想问一下 当时拍电影的娱乐 在那时来说 你会如何解读 成龙这样做一个演员 为什么 其实不用这样也可以 可以这样说 他整个概念 我根本就是玩这些动作 玩特技 这就是电影本身 如果我这样去理解 李小龙玩民族意识 用民族、大势、欺负 那种感觉 而成龙用这种玩命式的方法 可以表现出一个电影感 我想也是有些分别 李小龙是民族主义 而成龙是当场玩命的 但我觉得李小龙不是玩命的 不过他不是当场 因为他相对上那些武打场面 不是很危险 不是真的跳楼跳下来 或者是爆炸场面 例如我们近期 刘德华说 这个刹弹专家 直接爆炸受伤 现在刚刚才拿着拐杖站在那里 李小龙就是他 在拍戏之前很多的准备功夫 而那些的准备功夫 令到他整个身体都很厉害 有些粉丝的研究 李小龙是通过一些电击装置 去加强他现肌肉的强度 有些说法就是 因为他用这些电击装置 南地明明当是20度 多到100度的电击 令到自己都受不住 而过早过身 影响了身体的机能 影响了身体 你怎样去解读 例如刚才所说的 成龙、成家班 原家班会比较少说 有没有分别呢? 成家班、原家班 大家同手一切 成家班本身是 成龙最大的口痛 很多这些特技 虽然很多时候 都是成龙自己 不是做替身 折情真身下去 很多成家班 在这些特技都受伤 入医院 但是原家班 很多方面 柳迪的朋友 都是帮成龙的 柳迪、柳督、立法战 最大分别是这样 其实电影上的手法 会否不同? 历史来说 说到这两大家族 是不是当时 就是这两大家族? 没有了 可否这么说? 不是,好像还没有 说了出的 只有这两个为主 是这两个为主 洪金布、洪家班